我是不贊成打孩子、罵孩子的 打是很快的 一打打他就说不做了,不做了 很快的,可是真的吗 我叫陈美玲 我现在是61岁 我三个孩子都是在史丹夫大学念书的 我学了很多有关教育的问题 所以我就用很多我的方式去教孩子、带孩子 要是比较多的话,小朋友就是没有信心 他的潜力他不敢给你看到 自我肯定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是低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会去欺负人家 看不起人家 不可以用物质来掌励小朋友 玩具就是玩了两三个礼拜 他们就不喜欢了,掉在一边 我是永久的朋友 我记得有一个嘉奖问我 他说小朋友不喜欢洗澡 那我想奖励他是女孩子 我说你可以说好,你洗干净 你可以帮妈妈化妆 男孩子的你就跟他说 你做好,你可以跟爸爸化妆 他一定喜欢的 我们的笑得不得了 就是这样子 这是奖励他好像是一件有趣的事 是家庭可以交流的事 有很多妈妈就是他们教小孩子的时候 为他们订每天一个洗剑表 做好功课才玩 不是的,做功课也是玩 玩的时候也是学习 就是什么是学习,什么是玩 我就是让他们分不开 高好下雨的话 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早去玩 在那个公园的小水里面 我们放叶子 看谁的叶跑得最坏 这样子 然后我说,为什么要下雨呢 没有想过 给他们很多兴趣去找答案 他们看得到 感受得到的话 学得很快 也觉得学习不是辛苦的 提高分数的课外班 给你小孩子的想法就是 学习识会的分数 那么多年的补折什么的费用 要是把它全起来 家庭一起去什么地方看看 反而比较好 比如说我的大孩子 他很喜欢鱼的 差不多日本我可以去的 所以我们都去了 懂得选择是非常重要 从小我就训练他们 比如说去买冰淇淋 他自己选择 那去高中的时候 我的大孩子他说 要去美国留学 那我当然就是想他是去读 No.1 或是No.2也好 可是他选的就是No.7 这个他选的学校就是 每一个新进来的学生 都拍一匹马 他们每天就是要 现照顾的马 才去吃早饭 所以教他们很有责任感 而且他读得很高兴 功课也很好 那学校也教得很好 他是选择的对的 另外你们教我们不安 也教我们怎么去爱护人家 所以我说我很鼓励他们去交女朋友的 可是我是教他们 一定要责任 不可以有小孩子 他们高中的时候都有女朋友的 看似他们很高兴的 我是很早 我是九岁 九岁教他们有关性的教育 我是不赞成打孩子骂孩子的 打是很快的 一打他他就说 不做了不做了 很快的 可是真的吗 他明白了吗 跟他说清楚 这是最好的家孩子的方法 最长的一次的说话 是八个钟头 是跟我大孩子说的 他们现在说 这是最辛苦的 他说反而你打我比较好 我可以快一点走掉 做父母也尽量不要向孩子撒谎 就是说我明天带你去公园踢球 怎么累的我也去的 要不然小孩子就觉得你是撒谎 要是小孩子他不相信人的话 他一生都是很孤独的 我也是做公的妈妈 所以很多时间都见不到他们 我的大孩子他很喜欢鱼的 他睡之前 比如说有十分钟十五分钟 我就跟他玩那个钓鱼的游戏 他现在还急的 就是说妈妈你是鱼 我是渔夫 妈妈跟小孩子的时间 两分钟五分钟 对小孩子来说 是天堂影响很大 他问我问题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说等一下 可是有一些时候我在煮菜 那又找来问我 妈妈妈妈妈妈 为什么天是男的 我根本大不了 可是我这是把火灌了 就说你问得正好 等一下我们一起去找一个答案 所以这次是炒菜 我是绝对不会要他等一等 我时常说教育是 教给他们一点工具 去寻找梦想 要是他们失败了 也不会来继续造别的梦想 要是他们成功的话 也要先谦虚 可以和大家分享 这样的教育是我的目标 去寻找梦想